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小媳妇,在饭店洗碗,大家都叫她洗碗阿姨,她嫌不好听,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慈禧太后,结果一传十,十传百,几乎家喻户晓,这下子给火了。 很多人到这家饭店吃饭,就是为了看看这位长得带劲,又有个性的女人。 隔壁补车胎的师傅见了,也任性了一把,给自己取了个名字,拿破仑。 旁边电汉宫听说了,受到了启发,取名汉武帝,这天他去隔壁的糖果店炫耀, 你看我这名,汉武帝,多有范儿。 糖果店的老板拉着他,看了看自己的店名,唐太宗,现汉宫沉默了。 不远处,切刀店的老板也跑了出来,指了指自己的店名,汉高祖,二人一看,一起沉默。 正在这时,一个超粪工,骑着拉粪车,从两人面前经过。 这个拉粪车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,秦始皇,他妈集体沉默。 这个消息呀,是越传越广,传到了湖南境内,有着编竹席的工匠,也让人整了个牌子,挂在竹器店外面,写着毛竹席。 这下子,林家做买卖的慌了,他也开了一间竹席店,心想,要是不整点名堂出来,这生意,不都给隔地抢去了吗? 于是,连夜请高手帮忙,第二天,人们看到这家竹席店,也挂了一个牌子,上边写着,习大大。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品牌很重要。 跟着苍蝇找厕所,跟着蜜蜂找花朵,跟着富翁挣百万,跟着乞丐会要饭。 现实生活中,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,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, 决定你的人生成败,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 和勤奋的人在一起,你不会懒惰。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,你不会消沉。 与智者同行,你会不同反响。 与高人为伍,你能登上巅峰。 积极的人像太阳,照到哪里,哪里亮。 消极的人像月亮,初一十五不一样。 态度决定一切,有什么态度,就有什么样的未来。 性格决定命运,有怎样的性格,就有怎样的人生。 如果觉得猫猫说的有道理,就请点个赞,并将本视频分享到朋友圈。